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朋友 你們好 歡迎大家參加我們三藩市播徒會網上的日本堂崇拜 歡迎來到《約翰福音》第五章 一節至十四節 題目叫做 等一會兒 未開始思想這段聖典前請我們做一次同心低頭 在這裏討告 慈悲人我的天父 我們滿心多謝你 你的話語是我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照亮我們前面的道路 更加照亮我們內心的幽暗 求你藉著你的話語提醒 勸勉 教導 安慰 督賊我們 叫我們生命有改變 我們這裏討告奉耶穌基督命求 哭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 因小失大 我想這句話是相當相當有道理的 好多年前 一架波音747東方航空公司401號班機 原定由紐約飛往佛羅里達州的米亞米國際機場 機上載滿了前往度假的遊客 全機爆滿 飛機張底特 迷亞米的機場的時候 機師就正準備降落 發佈降落系統失靈 原來當飛機要降落 系統預備妥當的時候 駕駛室的降落系統燈號就會穿起來 表示一切妥當 可以隨時降落 但這次機師已經是按了個按鈕預備降落 但降落系統的信號燈仍然沒有開啟 當時機師就不知道究竟是降落系統失靈 還是信號燈壞了 以致沒有開啟 於是機裝裏面的工程師就決定 很容易解決 換了一個新的燈泡 試一試看問題在哪裏 怎麽知道當工程師盡量把舊拆出來的時候 就算你用了九牛義父之力 都沒辦法可以拆掉 於是那個夫機師就上前相助了 但無論如何 兩個人搞來搞都搞不定 在這個時候 飛機只在機場上空盤船 機師也不知道怎麽好 他們兩個人正忙於要拆掉燈泡 毫無結果之際 於是這個機師也加入了 試一下可不可以拆掉那個燈泡 換上一個新的燈泡 所以全體機員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小小的燈泡上 忘記了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駕飛機 他們聚精會神處理燈泡的時候 完全沒有察覺到飛機正在下降 結果飛機衝上了一個沼澤的地區 不少人因此墮機失目 事實上這些機師都是非常經驗豐富 技術了得的飛行員 但為了拆掉一個只值七毫半的電燈泡 忘記了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駕駛飛機 結果飛機座位 這就是中國所謂的因小失大 沒錯 大的未必是急 急的未必是大 或者是重要 但很多時候 我們就是掛著那些急和小的燈泡 例如人家說了一句傷害了我們的說話 我們想在哪裡吃飯 買什麼禮物 在哪裡度假 泊車泊在哪裡 失戀了怎樣 或者是咬試失敗等等 其實想深一塵 所有這些在整個人生來看 只不過是值七毫半的電燈泡 一些更加重要的東西 人生的方向是怎樣 做人的意義是什麼 有什麼東西有永恆的價值 我們一點都不理 結果 我們豁機新郎 耶穌 他是警告我們 人如果賺得全世界 卻賠償到的生命有什麼好處 還有什麼可以換成寶貴的生命 賺得這個世界是眼前我們以為急的東西 你摸得到、看得到 我們集中注力在這些七毫半的電燈泡裡面 其實是很蠢的 為什麼我們不去 把我們的集中點在更加重要有永恆價值的身上 今天你拿著你生命的飛機飛到哪裡 或者你說 嘿我太忙了 嘿我趕著趕世界 等一會先 讓我退休先 讓我修理好這些 讓我拆了個七毫半的電燈泡先 你不去拿飛機 必須是會發生的 不要忘記 因小失大 是何等如絕的事 為那些事 忽略了人生重要的問題 是多麼不幸 多麼不自衛 今天我們就從約翰文第五章 一個精彩的故事 來看看這個 耶穌所說的大道理 首先我們看看一個病了三十八年的人 這個故事的主人翁 聖經告訴你 是一個病了三十八年的人 究竟病是什麼病呢 一方面聖經沒有清楚交代 在聖經裡面是極少極少便 當聖經描述耶穌醫病行神跡的時候 他總是說明他患了什麼病 就好像第三節 其他病人有核硬的徐腿的血氣膚乾 為了這位人兄病了三十八年的人兄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病 但是最低限度 從經文的形容裡面 我們可以略知一二 第一 他一定不是龍啞的 因為他能說能聽 第二 他一定不是盲的 因為他能看得見水動 第三 他一定不是癖的 因為他說我正要去的時候 就有別人給我先下去 他能夠自己走動 於是我們會問 他是什麼病 他一定不是癌症 不是心臟病 能夠病了三十八年都不死 一定不是大病 對不對 究竟他是什麼病 所以我們就會奇怪 耶穌看到他的時候 你想不想要康復 康復什麼呢 他什麼病呢 原來希臘文這個病字是非常有趣的 這個字可以解作軟弱的 廢的 失去被人廢了沒有功的人 沒有使用的功能的人 第六節 我們看看 耶穌看見他躺著 知道他病了很久 就問他 說你要康復嗎 耶穌問得很奇怪 你摸不著頭腦 我想我們個個都看過醫生 你有幾個見到醫生嗎 你必須要康復嗎 如果有醫生這樣問我 肯定要康復嗎 豈不是怎麼走來看你 貪得意嗎 更加奇怪就是那個病人 對耶穌這個發問這個問題一點也不奇怪 他不是說 嘿你說多餘的 有誰不想康復 如果不想康復就不來這裡 想說他好像 趕快為自己身邊 先生 水凍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裡 我淨了的時候 就有別人給我先下去 你會不會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受 究竟這個病人在池子裡 蹲了多久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照經文看來 他一定在蹲了相當的日子 為什麼他等了這麼久都未得傳義呢 我們要看看 他的似是而非的解釋 第一 他說水凍的時候 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 周圍的人是什麼人 聖經告訴你 都是黑眼的 卻對的 血氣敷乾的 這些人的情況 就是個個身體的情況 不如更差 他期望這些人抬他去 有沒有搞錯啊 這些期望是一點不實際的 還有 他這樣的想法 和發白任夢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跟著他就說 我正在他的時候 就有人給我先下去 換句來說 他蹲在這裡的地方 和池子當然有一段距離 但奇怪的是 如果他真的想好回來 他爬都爬到池邊 眼睛睛看著水一水動的時候 跳跳就行了 但好像他動都不動 還要人抬他去 這些完全不切實際的白任夢 所以難怪耶穌一語道破 你想不想好回來啊 其實多少時候我們都好像病人一樣 我們每個人都有些幽暗面 或者自卑自大 人際關係 沒有紀律 喜歡發脾氣 被情慾的人牽引著 我們不去面對 我們不去處理 一拖再拖 拖再拖 每次都說要立節改革 但38年都改不了 我們就好像病人一樣 依然顧我 在這個詞裡 耶穌問你想不想好回來 為何會是這樣 我們要看看 研究一下 為何這個病人 不去積極尋求 權宇 個中有印 這個地方在哪裡 聖經裡面就說 這個是耶路撒冷 靠近陽門的一個詞詞 希伯來話叫做不時大 不是not too big 這個意思是不時大 是煉宿的屋 house of mercy 而更有趣的呢 耶穌福音這首訪的詞詞 這個詞詞 希伯來文這個詞 是cobamba 跳下去的意思 換句來說 不時大詞 不是not too big poo 而是跳下去就得傳語 你想好嗎 你想得到煉宿 你實在想得到傳語嗎 有一個條件 你要跳下去 跳下去絕對不簡單的事 我記得 我的小朋友 從小的時候 剛剛學會游泳 於是我們就叫他 喂 我跳水了 豪哥於是走到跳板 啊 跑跑跑到 那個跳板大概距離水面六尺 他心情就興奮到極 當我看一看池的時候 嘩 這麼高啊 他整個人呆了 不敢跳下去 最後垂頭喪氣 轉身離開 妹妹膽大了 跑到那個跳板的末端 閉上眼 噴 一聲 就跳了下去 那個水池 然後 突然出來就說 哥哥啊 好好玩啊 好好玩啊 但哥哥始終 不敢嘗試 有些人說 信心是一個跳躍 這句話真 信是跳下去 可能這個病人心裏面說 水池 首先踢下去就可以傳遇 太不太神奇啊 那麽乎科學化的 沒有沒有 我先看清楚先 爛眼旁觀 放兵不動 找個好位坐著 等一會先 看清楚些 他就這樣一等 就等了三十八年 又或者他說 假如把我跳下去 我身體這麼散弱 啊 又不要回來 那麽就是十會浸死 以後很多浸死 有什麽用啊 又或者說 我跳下去 但如果有人給我快一步 到時候 我不單止 不得傳遇 連三啊 我的皮袋都濕了 那麽更麻煩 都不好了 等下先啊 有十足把才跳下去 於是耶穌就問他 你需不需要我康復 其實 我們都是這樣 有人叫我們侍奉 有人叫我們去做一些神的工作 我們不敢 我們就諸多操擋 等一會先啊 等我脫右線啊 不敢跳下去 太冒險了 於是一等 就等了三十八 當耶穌問他 你要前面啊 他沒有和耶穌 否白自己內心的掙扎 矛盾 疑問 反而找藉口自願寄書呢 看到自己的軟弱 他又不敢面對他逃避呢 首先是說 水冷的時候 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 把責任推在人的身上 是最好的方法 他沒有想過周圍的人 大部分都更加軟弱 更需要援助 他明明是推卸責任 多少時候我們都會一樣 我們不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把責任推在人身上 有些人去 不要來禮拜堂 不去崇拜 可能他內心有很多的掙扎 可能他信心軟弱 但他不會說 我信心軟弱 我不來禮拜堂 我沒見過一個人這樣說 他通常說 教會的弟兄姊妹又沒有愛心 牧師講道又悶 多多的推堂 好一個藉口 跟這個一模一樣 然後他就說 我正去的時候 就有別人讓我先下去 意思是耶穌說 我為什麼這麼久沒有傳遺 不是我的責任 我都試過 我正要去的時候 有人讓我先下去 沒有法子 這類的藉口 我們聽得多 基督徒說 我不是不想每人靈修 我只要開始實現的時候 就發覺 每人靈修這本書 借了給弟兄 他又沒有還給我 沒有法子 非基督徒說 我不是沒有試過去教會 每次都找不到位置 所以我們就不去 真是多多理由 其實苦心自問 我們發現這些理由 根本不是理由 如果你是立心要去的時候 那些事情很容易解決 這只不過是藉口 回頭看看 這個患了三十八年的病人 如果他真的想傳遇 一切困難都難到他 只要都是他自己的決心 耶穌聽見這個訴苦 他不是好像醫治大麻蜂病人 那樣 哎呀你很慘 耶穌沒有記了他 哎呀你真可憐 那些弟兄姐妹 或者那些朋友 為何不會幫幫你 他不是 他反而對他說 後來拿著肉指 因為你這個肉捲走 喂 有沒有搞錯 我生病了這麼久 你叫他們起來 拿著腥蚊 但我們要留意 肉指這個字 希臘文 Krabatos 也有一 字叫擔架 carrier 耶穌吩咐來 拿住擔架去走 carrier carrier 而不是被擔架 擔住走 carrier 我想我们一样是需要耶稣的对质 不要给我们的软弱 不要给我们的幽暗面 拖着我们走 我们已经mature enough 可以拖着你走 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 太好人 注射者是照顾 保护 过分表护 有时候我们需要骂 有时候我们需要对质 有时候我们需要直斥其非 可惜我们不够胆 怕得罪人 怕人说我们不够爱心 于是我们就不肯有confrontation 有些人真的需要被骂 才可以醒醒 当然 他要有一个这样的改变 是要付出代价 而付出代价 就要付出行动 圣经说个人是安息人 按照犹太人的习例 在安息日做工是不可以的 医病半屋都属于工作 万励不可行 换言之 若有人要听耶稣的吩咐 他要付出代价 可能被犹太同胞迫害 其实 他大可以对耶稣 多谢你 多谢你 今天安息日 我都病了三十八年 病多一天我不计价 明天我再来你医我行不行 拖 拖 拖自欠 这样 几好啊 又不用激怒那些犹太人 又可以医病 我已经病了三十八年 不在乎再多等一天 如果你明天再来 这个起不是两全其美 幸好他没有担言 把握时机 一听到耶稣的吩咐 就拿起玉子走了 另外这些人付出另外一个特价 中国人说 做惯乞而懒做官 三十几年惯于蹲在这儿 乞食 发外 睡觉 靠私要舍道日 现在一旦传誉 样样要亲力亲为 承担责任 你不容易啊 一点都不容易啊 今天我们要对付自己的性格 我们的黑暗面 下定决心 义无反顾 要改变 或者在改变的过程里面 带给我们的不变 带给我们很多的挑战 我们要付上很多的代价 但唯有这样肯付代价的行动 才叫我们能够 脱离一辈子的担架的命运 同样 微信主也都要付上代价 但我们愿不愿意 为一个更有价值 更永恒的工作 去做呢 后来耶稣 在殿里面遇见了一个人 耶稣就给他两个宝贵的 一个是保证 一个是警告 这个人存誉之后 就去到圣殿里面 证明他是一个有心的人 耶稣首先就对他说 你已经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保证 或者你会问 这个人也知道他好 还用耶稣说吗 不是啊 说他只是头脑上知道自己的传誉 心理上仍然有一个阴影 不然会问是否真的 会不会照几日 什么时候会复发 这样一个人 有个癌症 有个心脏病 就算好了 以后也有很多这些阴影 心理上的障碍 潜扰着他 耶稣对保证 你已经好 同样 今天我们靠着主的能力 性格软弱 都肯定耶稣这句话 你已经传遇了 接着耶稣给他警告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更厉害 圣经没有提示 这个病 和他的罪有什么关系 我们也不需要在乱估 但是 要告诉我们 很清楚的警告 不要再犯罪 不要浸淫在罪中 享受罪中之落 否则所遭遇的后果 更加百堪切尚 今天 上帝一遥给我们 这些保证 和警告 你已经是一个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从此不要再犯罪 不要将自己 浸淫在罪中 那不是说 信了耶稣之后 不会犯罪 马丁路德说过非常有趣的 一个例子 你去公园走 你去金门公寓走 你很难保证 那些小鳥在你头颗上飞过 不会跌脱的东西 下来你的头颗顶 这些是无可避免 偶然软弱你会跌倒 但如果你愿意将那个小鳥在你头颗顶上飞斗 你一定有问题 同样都是 我们偶然软弱犯罪 没问题 我们可以靠神赏面 但如果你容量罪 重植在你心底里面 就好像那个小鳥在你头颗顶上飞斗 成为一个惯性的罪 线着你 绑着你 你肯定有问题 今天 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 不要再犯罪了 否则 你所遇到的比你先前更厉害 今天 我们是不是都在逃避着呢 今天我们是不是不肯面对我们自己 不肯跳下去 把心一环跳下去 我们是 给多多的积口 去逃避 不肯去面对我们的软弱 结果 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 我们已经信了主 我们要记住 你已经全预料 但不要再犯罪 否则 你所遇到的比你先前更厉害 求主帮助我们 请我们同心低头 我们同肚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 给这段圣经去向我们挑战 叫我们不再给我们的幽闻面 拖着我们走 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可以 起来 拿我们的玉子走 又帮助我们 知道我们已经全遇 叫我们不要活在最终 求你即祝福引领 保守我们 祈祷奉耶稣美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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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